收尊了你,彻底的增加 你们很多知识青年,知识学生都烦了 但是说你们真正知识念着我恐怕违背 因此我这一趟传你们,切切实实去念着 不是像就说着,就说着还是次要的 想说自己收尊推,收不了放下,没有客气的 收不了不要勉强,勉强了将来 你们初学打坐的千万丰富那个话 次数多多,使节不要拉墙 等到功夫到了,他自己就会下去了 如果你摁下来使节上,我多多一下,我熬一下 你不会打坐了,你会讨厌打坐了 胜利上,胜利上都会去反感来 不好 今天先讲到这里 老师,我简单来报告我这一次的羞耻的一个经过 我认识蓝老师之后啊,参加过他的长期七次 那这一次呢,老师特别指定我用阿努波罗法门 头一次我参加打七,我是临时看到一本蝉蜜药法 休息的时间,一翻就看到火大观这个地方 因为时间有限,我看了一页,就上去做实验 结果呢,差不多一两分,有一点影子了 这个火大观,比较懂得那一个火大观是什么东西了 那么这个增加我的一个信心 然后,第二次第三次的长期 因为老师的读导很严厉啊 所以我开始看楞切经跟楞严经跟蝉蜜药法 那么第二次第三次我用的是不静观跟白骨观 那不静观用的结果呢,还不错 厌离心可以增加 但是有一次在半夜里做不静观 忽然止不住啊,忍不住要想自杀 那跑过去,向我自己房间把头啊撞过去 那么没办法,深夜只好求救那老师 总是他救我一命 那个时候他没有药方给我,也没有,没说什么 我说我现在很想死,真的很受不了 我想把头撞到墙壁去了 他电话里传过来,你去死好了 那么一句话就全消掉了,不想死了 你叫我死我不想死了,就好了 这是我的真正的经验 这个是一个不静观的一个经过 然后做练习白骨观 因为我是做外科,而且是兼法医的关系 时常开关验尸 看那个烂尸啊,白骨啊,看很多了 所以白骨观做起来比较不吃力 这个白骨观的好处 做上去,你那个身体的绝受很难 尤其是这个脚痛,腰痛很不好办 痛得不得了,你要想 诸心无常啊,诸法无我 那是根本是骗自己 一定要身体觉得你能够忍住 至少你能够不痛啊 才去掺掺掺这些道理 你痛得还掺,我无常啊,无我 但是我想,我没有这个本事 那么做白骨观,有一点门路了 可以使你的脚啊,比较少痛一点 但是时间慢,没有那么快 尤其是这个掺那个左的大拇指二节 这个功效呢,以我的经验呢 不如我是观这个,这我们叫做 Sicrum,就是刻骨 或者是腰椎啊,腰椎第四、第五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观这个地方觉得比较好呢 因为这一观的话,这个屁股啊 可以坐上去 但是那个上头的腰椎二、三、四 或者胸椎,在残密药法里头 没有告诉你去观这个地方 重点就是你说,它写大骨,腰的大骨 就是因为你刻骨这个地方坐上去 上头这个腰椎啊,或者胸椎这个地方 自然就放松 如果你不照这个观法,观上面一点的话 整个这个脊椎啊,都停止起来 那不合乎道理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观大骨,腰大骨 问题在这个地方 我就试了好几次 还是这个,观 左手,大拇指,二节 然后有一点影子了 转观大骨 这样去做 那么,关于这个 安诺波诺这个法门 以前我有一个道教的朋友 他是教主 做得很好,打坐很好 他生病了,都是找我看 我那个时候已经 不晓得这个安诺波诺法门 很早的时候 那么我玩,我玩一下 他要按我的脉,要看我 当他把我的脉啊,按了的时候 我就把,出入吸啊 吸进来,慢慢突出去 突出去的时候 我观想,我本来没有 误会以为我有 带这个念头带进去 呜,他在外面替我乱宣传 他说,魂医师现在 有一点什么道理了 其实是我玩的,我是骗他的 光要他把我的脉 打脉,把脉的时候 现在想起来 那个就是安诺波诺 你出气啊 把那个呼吸啊,吐出去的时候 不要等到 吐完了,再指在那个吸上 就是你慢慢慢慢,吐的时候 吐出去的时候 同时观 本来无我 这个是用意识观 但是非常有效 光随便让他吐出去 然后有一个时间 你可以不用呼吸 等到再需要呼吸 再吸进来 我把这个时间利用 我就停在这里 没有什么效 以我的脉,我比较笨 所以呢,我利用这个 吐出去的时候 这是我的一个 一个秘诀 现在公开了 没有办法 这个 带一点 本来不是我 这个 本来不是我 你根本不需要动个念头 这个不是我 因为你本来不是你 他要动个念头干什么 好像带这种味道 去做这个 吐吸 然后 你的脉啊 自然就沉下去 几乎就卖停 我可以停三四秒钟 他老实在吓死了 在外面给我乱吹 其实这个就是随便应用一下 自己的身体做实验 那么这一次 那么以前的几次打气呢 做过 头一次是做火大观 那个是碰巧做成了 那么第二次做不进观 是在家里 有一个自杀的倾向 所以大家 请大家特别小心 那么白骨观 这些 经过了这个之后啊 经这一次 长期一位老师说 你这一次练习阿诺伯诺 所专门这个法门 觉得这个很快 非常快 那么有一个 有一点贡献给大家的是 这所谓 很多法门你都可以用 主要是让你的脚啊 不酸 不痛 你觉得这个脚啊 不痛 然后觉得很柔 还要带一点这个暖 很暖的暖的感觉 柔 暖 脊椎自然就慢慢慢慢慢慢 就松下来 我们叫做腰方肌啊 脊椎两边的 拉紧的腰方肌 他就松下来 每一个脊椎跟脊椎之间的距离呢 忽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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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觉得 怎么怎么搞我以前那么紧张 那个肌肉的这个脏力 自然就减少 你就好像可以变成那个 鸵 鸵背一样 没关系 这个是过程 到了这个时候 你慢慢慢慢慢慢 专注重在 纸上 因为你已经做到 初膝的时候 初膝的时候 把自己忘 带一点意 把它忘掉 就 进入到这个 不需要再忽的 这个时候 你就 就很安静的 停在那里 那那个腰啊 我是会 会慢慢慢慢 躲下去 那么 这一次的禅亲呢 我就发现 原来到家 他们讲那个 转那个 和居啊 阿诺波罗法 一用了就马上 晓得他们在讲什么 那么 一个问题 请大家